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别人丢弃的家具回家 并经过它创意改造 老屋简再利用 就成了最具特色的装饰好物 如何利用Loft的家具软件 改变室内印象 赋予老屋全新生命力呢 肚子饿了 要吃饭了 可是已经超过了我们用餐时间 因为现在时间是1点50分 没有 其实现在才12点15分 我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钟 那个钟完全只是美观的作用 对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日本的车站拆下来的一个大转 真的还假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时间 是停在这个蛮奇怪的一个时间点上 我在想后来是它的角度 角度是微笑嘛 最好看它讲 可是别人的角度都是10点8分 或者是10点10分 你这是 这也不是1点50分 对 因为它超过两点 它有点诡异 哎呦 哎呦 很难才出现 我觉得应该是上面这个钟吧 这个钟我等了一年 我的墙壁其实本来都还蛮空的 然后我一直觉得这里应该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钟 大钟在台湾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然后直到上个月 我朋友才打给我说 他进到一个日本车站的大钟 然后说要传照片给我看 然后传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我就直接打开他 我也没有问价钱 我说这个钟我一定要 这个也不像是 这什么球啊 它是欧洲 可能五六成年前人家的健身球 哦 对 很像那种电影会出现那种很久的电影前面的新闻的那个画面 对对对对 很多在运动的东西 就是他们可能正式开始运动之前的暖身就会拿这个 所以他只是一个暖身的球 对他只是一个暖身 他其实不是任何的比赛项目的球 哦 可是他是来我家的人喝醉的枕头 我不懂 所以他们都会睡在沙发上然后把这个当枕头 一定要是喝醉的人才愿意睡 对才睡得下去 他们都教 他们有帮他取个名字 我忘了你记得就是 Wilson 然后我朋友来家也就是把他当枕头 所以我都放这里 因为他们都会睡在这 这张沙发应该有睡着过20个人以上 就是大家喝喝小酒就会睡在这 所以这个这个球跟很多人都还蛮有感情的 怎么会有一些泥巴的感觉 有一些历史感觉根本就是化石之类的箱子 这是干什么的 这个就蛮特别 就是美军以前装弹药 像打把用的 对 是是是 以前里面就是放子弹 然后我现在是拿来放一些工具 就是一些楼奈把或是一些铁锤 对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的 还蛮名符其实的 对 这两个都是吗 对这两个 这这个算是 以前啊 甘马厂 可能会拿来放一些那种 不是整个包装的那种饼干 散装的 怎么开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开 我好像 这样来 等一下 原来我还有那么多东西在里面 这就是你家 这是你家对不对 我说真的我找这包找了快半年 有一次我去Costco买回来就不知道在哪 这个太好笑了 我还去看法拉票 我说我到底有没有买 有啊 可是不见了 谢谢你 哪里哪里 他既不知道这个箱子怎么开 也发现了他藏了多久了 对对对 我真的 我真的找他找了蛮久 你还有一包 你还有一包 还有一包 太棒了 其实他是以前的弹药箱 我是在台南收到的 就以前美军 只是在台湾的时候 然后因为是弹药箱嘛 在想说放 放一些 比较 食物类的东西 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就把它 放了一些工具在里面 一些螺丝钉啊 一些螺丝棋子啊 那食物类 至于食物类 我就放在旁边的一个 马口铁的一个箱子里 可是因为那个东西 是我很早之前就买了 所以我可能有一次 从外面买 零食回来 没地方放就放在里面 然后我后来 真的找了整整块 一个月都找不到 因为我明明记得我有买 我还把发票拿出来看 上面也有打 可是就是找不到 然后呢 刚意外地找到 所以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是像我们这种老东西 有一些人会去路边捡 就是他们觉得好的东西 那像这两个看起来很老的抽屉 就是我在路边捡 路边捡 对 我的意思是 你会特地因为这面墙少了 好比像柜体的东西 去捡相关的东西 还是先捡了 带回家看放哪里 先捡了带回家看 这个东西我看顺眼了 带回家总会用得到 对 然后这个抽屉 因为现在都是有一些 有铁键的搭手 可是它就是 就是一体整形的 对 然后就放一些 今天几号 16吧 所以他们家的时间 真的是会混乱的 对 我朋友每次来 都会帮我弄这个 好 17 如何用巧思与创意 创造独一无二的睡眠 与工作空间 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 它没有隔间 所以这边就是可乐的闺房了 没错 它没有安全感的一个 睡觉的地方 而且没有隔间 才能让你喜欢的大量的采光 一直延伸到后面来 对 看到它很多的收藏品 首先看到的是牛 很像一个牛 可是它其实是 脚踏车的坐垫 对 老的脚踏车都是用那种 是真的皮 对 是真的皮 这个东西收藏的价值也不肥 因为越来越少了 那最近这几年 台湾不管是咖啡厅 或是一些设计师的家里面 都习惯在墙壁上 可能钉牛头啊 羊头啊 鹿头那种东西当装饰 那我自己是觉得 每个人不一样 像我就觉得那个东西 我如果晚上起床 我可能看到会觉得有点可怕 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个东西来 一样的意思可以来替代 然后呢 就开始有一些流行 就是用以前的脚踏车的坐垫 因为以前脚踏车坐垫都是真皮的 然后那个用料都很好 然后我就把那个坐垫拿来 然后想说上面加一个很像牛角的东西 然后后来就想到用那个 以前人家在种田 离田的时候会用一个绳子 绑着牛的鼻子那里 然后后面抓那个木条 我就把它就是穿过 脚踏车垫后面那个环里面 然后看起来就有点像一个牛角这样 看到他 哇 大家去逛过很多的 比如说以前的天母的陈衣店 或是很多日本的相关的杂货店 日式杂货店 都会像这样的摆 所以你家其实是营业的 它其实是个商工 不行 买不行了 它其实是一个以前 应该估计是个银行柜 这个是银行的柜子 对 应该就是 因为它其实这里是有一个密码锁的 哦 这边是可以转的 哇 但你把它当作你的衣柜 对 这个门啊 算是这个家屋 算是最累的一样东西 因为这是自己做的 这个你自己盯的 对 这门是自己做自己的 感觉就很重耶 对啊 然后现在看到一些木板 就是以前一些老的那种站板 等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木板你一片片带回来盯吗 还是你这个门 你感觉这个门进不来这个家呀 从一开始屋子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隔过门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 两百多公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算是一个缝隙 所以就想说 那不然就自己来做一个门好了 然后就找了有朋友 有木工经验的 然后两个人就去 先去桃园买棧板 然后再去新店的工厂 然后就是自己 我也没有做过 可是就是自己找那种木台 然后自己锯 自己钉 自己粘这样 然后再去找铁工把门包起来 才会有现在这个门 不是一般的人就是坐得起来的 而且因为很重很重很重 它其实是一片很大的门 然后因为我的楼梯非常的狭小 然后我的门也不大 所以我后来把它拆成四片 然后搬来家里以后 然后再自己把它组装成 现在看到的一大片这样子 中间最困难的部分 应该是安装 因为这片门太大 然后它重量太动 有快要一百公斤 因为我是想要让它是用滑轮的方式 左右的滑动 那其实天花板有点吃不太住 这么重的门 所以呢 第一天装满以后 它晚上就掉下来了 可是它好像不是这样倒 就是它从上面往下卡这样 然后后来第二天就是 可能是在钉子上上一些强力胶 然后再用吸力控就是把它固定得更牢固一点 现在才可以好好的在这边这样子 这是它的工作的区域 对 就是我 几乎每天的晚上十二点以后 就待在这块区域 就是你专门 就看写歌 做音乐 做音乐 对啊 然后吉他 Keyboard 这个家的这个角落 其实是你主要要创造 音乐成品出来给别人的地方的一个区块 对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整个家 就是为了这块区域而生 没错 然后这一些东西带给我的舒适感跟满足 其实我都是希望它在这一块区域 转化成创作或是歌曲 因为租赁之故 在格局装修上不方便大兴土木 大面开窗而没有任何隔间的空间中 可乐利用多年收藏的老物件 做出出色的搭配 一个旧式日本车站的复古大中 成为客厅里吸睛的主角 而保留大面开窗的优势 可乐特意不装上冷气破坏美感 却自制了看书和喝咖啡多功能兼用的小吧台 让这个角落更有韵味 而平时交友广阔的可乐 辗转自朋友手中获得来自爪袜的餐桌 强调LOFT风格的精神 而没有隔间的空间 更在银行柜作为衣柜的使用下 使原始而与众不同的质感更为凸显 其拼贴大木门 每片木板皆靠可乐充当木工 切割制作组成 加装上下铁片和轨道后 成为可用来区隔厨房和外界活动式风格拉门 更为一大亮点 吃家里做的菜你会觉得会有妈妈的味道 然后你看到某个人的发型服装 你会觉得有他的style 今天来到可乐的家 你很清楚的去可以感受得到 可乐喜欢的东西 那就是每一个家具 每一个物件 甚至捡到的猫 都有他专属的故事 我们也可以做学习 包括我们看到了别人的设计风格 包括看到别人的布置 或多或少 你可能会有一些从模仿开始做起 但是最后你终究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原因是因为所有你挑的东西 都是由属于专于你自己的个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用宝特瓶吸水的瓶灾 当你出差的时候呢 你只要加满这个宝特瓶的水 然后就可以让它慢慢地喝一个礼拜了 而且呢 这个设计呢 也是以一个环保的概念来出发的 这个很环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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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